你也想上山啥呢 你带不带人去啊 那他练跟着就走呗 他不怕练就走呗 那你走不动了 你走或者你走前头了 你能不能等等人家 拉人家去吧 那都能等 那你看 但是要黑天了 我那装满框了 我就一句话 但我就硬可背菜 就能带背他 大爷大妈来相信 没想到大爷竟是为钢铁指南 而今天这位大妈的态度 着实让我感到意外 这又是咋回事呢 今天来相信的靳大爷 今年72岁 退休金每月4500元 有房 我的自动车 骑车过来 来这干啥来了 没事就上山早上起来 锻炼身体 每天都来 就是4点多的 过点起来就来 反正上下的一个多点 大哥你今年是不是72了 72 72了 然后你天天上山 你这走一个多小时啊 那都没有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度 今天的温度是32度 不管是多热的点 然后都来留的了 风雨无作 对 基本就不下大雨 我们就来 下大雨我们就低了都带伞 主要是锻炼身体 就正常我们咱一样是爬山嘛 我们上去不喘 你一没等上去 你就喘了 是吗 要不信的 试试就试试 无限风光在险峰 登山步道入云层 迈开双腿踏极形 盘山延绵往高升 大雨退休后 就养成了爬山的习惯 风雨无阻 每天的坚持 让大雨深情如愿 当爬到半山腰 年轻力壮的小红娘 就不行了 好 走 等我一会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好 这个还没地儿 这走不过你啊 还有 那个是一百单麻将 上那个棵就丑了 完了上后边的棵 比这个还陡 太伤了 因为我有点走不动了 走不动就不走 来 妈呀 这是给我们拿的香花 啊 你们一人一个 来来 这你是一道杯上来的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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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这鞋挺沉的 那你这属于负重爬山 这不算啥事 你就负重爬山一点都不累 我是真不行啊 大哥我不是不想跟你上去 我真走不动了 大爷说了 爬山除了强身健体 放松心情 其中的恶趣可多了去了 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基本就是常年就是说带山上 头五一就可以说上山开始采菜 历秋之后呢 还得采一趟那个婆婆丁 上山采蘑菇 我们能吃的我们都给它采架了 菜啊 那个能采 我们背那筐啊 要严重的说 装满满的 再逼的这些 我们找到都吃大货 这么说你就这么说 你都是大自然 馈赠给我们老百姓的 另外我们还喜欢吃 它比较健康 爬山不仅锻炼身体 还能吃到难得的纯绿色 蜈蚣害的美味佳肴 大自然的馈赠就是大爷 每次登山的动力 回到家 大爷还特意展示了 他今年爬山的收获 那是你上山踩的呀 这是野蘸的吧 这是野的 你看这皮还没拔呢 这是沙尔一咬咖子咖子的 这要一泡吧 能比咱这手巴上大的多大 这是这个野生的菜 这叫啥 折麻子 就现在到任何人家你吃不着 这个清香味你没有 这个就是拖瓶酒 这是拖瓶 这是你上山踩的拖瓶 这是野生猴头干的 这就是那个猴头骨 是不是 那也确实是咱上山不摆上 确实有收获 我就是喜欢上山 另外这一生嘛 没啥爱好 老伴这一走 就不愿意在家 大爷的老伴已经去世21年 这些年既当地又当妈 如今两个女儿都有了各自的发展 家里只剩他一个人的近大爷 不愿意承受独守空房的孤独 所以养成了爬山的习惯 老伴都走了21年了 我才想起来说 这样不行 找一个人最起码能够说回家 能有个说话唠嗑的 要不然的话啥都没有 那现在想找啥样的 就是最起码都有那个双宝的 年龄就是在都在10岁以内 差个六七岁五六岁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66岁 退休金每月2500元 有两套住房的账单吗 今天暂时跟我宫家换房了 我那小外孙在那边上学 就是离我那个一楼房子特别近 这这么的我就搬这儿来了 我说的嘛 我说他看这块还有电话啥 这房子是要卖啊 我跟我说要能卖就卖它 那卖的就去哪儿啊 我那边还有个房子 我还有一个房子呢 还有一个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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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的房子是七楼 就是现在你在吉林市有两套房子 那七楼还一套房子 一楼那多大的 一楼是108 那七楼的呢 七楼是56 要说这张大妈的条件还真不赖 两套住房 还有退休间 日子过得舒心又潇洒 大妈说了 她既不唱歌也不跳舞 最大的爱好就是穿衣打扮 你说我的爱好吧 从小就爱买的 我给你展看看我的衣服啊 你猜这小裙子多钱买的 多钱呢 你猜猜 猜不着啊 这啥猜要 这一个小裙子 一千三百多啊 哇 这么贵啊 就是一个连衣球好像安东也讲话了 也用不上一千多块钱呢 这是啥料的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她说这牌子 我都买好多年了 只要如果我喜欢这件衣服啊 我就不管多钱 我就非得买 买来不可 我要没买 今晚就睡点觉都得睡不好 就睡不好 真的是那种感觉啊 就晚上睡觉 都得垫这件衣服 哎呀 我明天起早去卖些 别人卖你出去 哈哈哈哈 大妈之所以花钱如此大手大脚 还要从她去世的老伴说起 大妈说的 这都是让有能力 又宠妻的丈夫给惯的 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那用劲好像挣几十块钱 她那用劲就挣一百多块钱 就照别人挣得多 所以就是你跟她成家之后 你们家条件一直都挺好 一直挺好 她对你也挺好的吧 对于我就什么花销啥的啊 你是你买穿的啊 你是怎么消费啊 一力不问 人家她就是挺有男子汉的样 等到越来越好的时候 她就得病了 知道啊 俗话说的好 时光一去不复返 一定珍惜眼前人 大妈跟丈夫一起走过了三十五个年头 六年前老爸的去世 给大妈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尤其看到好友们成双入队 心里更不是滋味 她没的时候我就叫就没了 没有叫 一手就没有叫 她走了那天晚上 我就一手没喝烟 完了就是注意病了就 六年 两千一百九十个日日夜夜 大妈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那个疼她爱她宠她的丈夫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大妈也想开了 毕竟活着的她还得往前看 她要重新开始人生新的篇章 想要啥要求呢 我没有啥要求 最心麻烦就是能丑的能过得去就行 主要是在庭在演员的 对对对 对于未来的老伴 一时无忧的张大妈 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演员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童娘立马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来来来来 请你 请你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还得用换鞋不 不用换鞋 谁要进我这屋就是 就这么回事 你先进屋 你先进屋 朝秋连 朝大姐 进广文 我叫进广文 金大哥 你好 拿过手 你好 这个印象还行 永远也比她岁数小 她就自然就年轻 我这人还不太挑那些 事儿的 就这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好像是接受不了 所有的我都没想中 虽然我家也不利索 但是她这个家 我一丑 一天我都过不了 一进屋 看着大爷家的卫生环境 大妈难以接受 红娘赶紧哭口婆心的劝说 这都是误会 家里之所以这么乱 是因为大爷要换房子 还没到日子 到过那十一 到日子 这我就已经等着这钱回来了 然后就换了 回来就买一个就完了 换房我也不等 换多大房子 我跟她生活不了 我不管多大 已经不处是敞亮 干净利数 她已经是生活习惯 已经是这样的 你看那金融屋 咱那桌子 你看那饭菜俩摆子 那都不为啥 可不是吗 俗话说都是六月的沙漠 定型了 这跟房子大小真没关系 而且就大爷瘦溜的体型 也不符合大妈的择偶标准 但是我这个人 我没心中 你喜欢啥样的 我想找一个 起码比我高吧 像男子汉似的 就是老头也好 广一点的一丑 我喜欢那样的 那你觉得大哥 就这样的事 好像我接受不了 得了 强扭的刮布铁 赶紧给大爷另走吧 于是红娘又给大爷无缝对积了 今年65岁 退休金2400元 同样有两套住房的崔大妈 行得挺老实的 我一瞅的时候做啥的 实在的 挺普实的 这个年龄段还都可以 你就得说实的 瞅着有远远 就算有远远 大爷大妈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 红娘看着有戏 赶紧趁热打铁 跟大妈说起了大爷的优点 大爷平时喜欢爬闪 那好 那身体好 一般爬山这里挺好 说明了身体 那上山不是闹玩 得能上的玩 这一年龄 身体好是最关键 那这玩意儿你光看看就行 咱们会看嘛 你也带着看看 大哥身体啥样 大爷想好了再说哈 大妈可是专业的 你心脏好吗 心脏没啥毛练 平时有没有啥 就是 那个没啥反应 心脏 我也没吃过心脏的药 他心脏不好 你看他心脏的区域 哪个是心脏的区域啊 你看他这个 比两个最大 就有个很稳嘛 就像我似的 你看我这样 我心脏就不好 心脏就像跳的时候 就像那个 我不那么强 心脏就回血的慢 但我怎么我这个强行运动嘛 就代替这些东西 对 你看说对了点 说对了点 品味好吗 我就吃啥都不吸收 那你经常你那个隐私都吃啥呀 鸡鸭鱼又不断 主食呢 一顿面一顿米 建议你就多吃点山药 山药 那我明白 喝小米粥 我这个人还不愿意喝粥 跟你能说实话 本以为大义身体上的隐瞒 会让大妈不满意 没想到 两人的问题 竟然出现在了饮食习惯上 看到吃的 你看他不爱喝粥 我是特别喜欢喝粥 你是担心以后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一样 对呀 大姐吧 就特别喜欢喝粥 那行行 担心你要不喝粥 我俩人要吃到一块去 不能 那能 怎么能 你隔天不隔两 你一个做头 一个做干饭 大哥这表菜也挺成熟的 那我咋说大哥挺实在的 饮食习惯上 大爷的迁就让大妈很是满意 你不是喜欢养生吗 我上山采的那满意 保准让你多活20年 因为我们是咋的 春天上山采菜 上山的秋冬天是采蘑菇 采点菜 我也愿意上山采菜 是吗 嗯 前两天我就去跟他们去采蘇叶去 那也剩蘇叶可好 那大姐说她也喜欢登山 不是 她登山呢 那就跟着妈笑 人家没到笑过 人家也是 我也没说吧 因为她是作业的登山 不是 咱们是 正常运动 一用啥 我们一上山背那个筐 对 要装满了 好像是你背不动 要装满满 那你背 大姐踩满满 对吧 妈 怎么就提不出话 万一来呢 认真过头了哈 有这么聊天的吗 关键时刻还得红娘出手 说爱怕山 大姐紧正说 我也喜欢怕山 我也喜欢上山采野菜 你也不接茶 那你看那你就不能说 那行 以后我带你一块去 这一句话就完事了 非得整个人家跟不上你 我们这样咋的 这么多年担心吗 也不接触跟女的 也不轻易跟人唠嗷 那你就没说过这句话 那我替大姐问一下 以后人家也想上山啥呢 你带不带人去啊 那她练跟着就走呗 她不怕练就走呗 那人家是走不动了 或者你走前头了 你能不能等等人家 拉人家去吧 那都能等 那你看 但是 要黑天了 我那装满框了 我就一句话 但我就硬可背菜 就能再背她 真是两个母牛并排走 比较牛逼 就这态度 还找啥老伴啊 直接留山上吃斋念佛的了 瞎整什么自行车啊 先当朋友出 先傻碎 然后两个人先磨磨磨磨 行 就是啥 懂懂是喜欢的 管是那多少能捅点路 妈 真没想到啊 钢铁直男的春天 竟然来的如此突然 是说大爷成咬金败大喜 运气好了 还是大妈设事卫生太单纯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丑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